噔噔 這邊就是我當初決定買這間房子的原因 噢 當初買這邊其實是預售對不對 沒錯 噔噔 哇 這邊風景很好 真的耶 就河岸第一排的景觀 永遠都不會變 永久凍聚 那紫辰你們家室內大概是多少瓶 大概24瓶左右 買這間房子是多少錢買下的 不到兩千 噢 不到兩千 加車位 平面車位不到兩千 以我這個例子的話 我是覺得 現在如果要買現成屋的話 以下只要拿出幾百萬的頭期款 可能會蠻困難的 如果要再加上家裡 沒辦法給你幫助的話 所以我覺得預售屋 是一個蠻好的選擇 哈囉 歡迎你們來到我的現代精緻小宅 紫辰 我今天真的好開心可以來到你們家 真的嗎 而且因為就想說只是來看你這樣子 沒有啦 不然很漂亮耶 沒有 你才漂亮好不好 你幹嘛那麼客套啊 攝影師也很漂亮 好 紫生我聽說你們 一開始啊 你買這個房子 是毛培屋對不對 對 但其實建商它有附一些 簡單的裝潢 但是我 經過一番我的深思熟慮之後 我覺得還是都把它退掉 哦 為什麼呢 因為我覺得它原本附的那個格局啊 不太適合我現在的使用模式 對 因為你畢竟知道我們 女生女藝人衣服比較多 但是它原本的規劃空間沒有一個更衣室 哦 所以還是大部分的一些設計巧思 還是有跟設計師溝通這樣子 對 我們家比較注重收納 雖然我覺得你們家是屬於這個小宅 可是其實進來並不會覺得很狹窄 而且我覺得主室覺得很漂亮 都是大理石的感覺 對 因為我個人很喜歡大理石的風格 有一種現代輕奢感的那種質感 嗯嗯 有點像精品飯店這樣子 然後真的我要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我聽說啊 子晨他當初看到這間房 你是沒有在看其他間喔 你就是直接第一眼就買了 對 我覺得我的消費習慣 好像就是這樣 因為我買車啊 也是 我進去那一間品牌 然後我就看 你們有沒有怎樣怎樣怎樣的車有嗎 他說有 這一台很適合妳有什麼 然後開了五分鐘 所以我都問我這一台 業務一定都很喜歡妳對不對 對 因為我就不喜歡拖泥帶水 我進去百貨公司我也是 請問妳們有162的成高嗎 有 好 那往那一間 就這一間 好 拜拜 然後房子也是喔 欸 請問一下妳們有這個 漂亮景觀的嗎 欸 有 好 那就這一間了 怎麼會這樣子 因為我覺得妳買房 需要有一點衝動 妳越比越多 越比越多 妳反而不知道 妳要買哪一間 登登 這邊就是我當初決定 買這間房子的原因 當初買這邊其實是預售對不對 沒錯 登登 哇 這邊風景很好 真的耶 就河岸第一排的景觀 永遠都不會變 永久的動具 靠近客廳去有做一個小小的輕食吧台 對 小小的水吧台 就是在這裡 這個 就是可能這邊要泡一點什麼飲料啊 熱的啊 冰的都可以對不對 對 它其實是一個除下型的順熱水器 那上面這邊呢 是放了很多東西嗎 這邊是藥櫃 藥櫃 那其實也是剛好啊 就是可能一些什麼保健食品 這邊是那個 茶包類的 有朋友來的時候也蠻方便的 對 就是一個爛人小吧台的概念 沒錯 那紫辰妳們家室內啊 大概是多少瓶 大概二十四瓶左右 二十四瓶左右 但是大家二十四瓶其實大家可以參考一下喔 他們家的做法呢 一樣可以有一個還蠻漂亮的開放式廚房 然後是這個半導型的廚房 對 因為我一開始就跟設計師說 雖然我們家很小 但我們一定要有中導 我說中導可能沒有辦法 可能會幫妳縮小一點 我說沒問題 反正就雖然有一個突出來的地方 對 然後譬如說妳要拍攝啊 或者是妳要做一些什麼東西都還蠻方便的 對 空間也比較大的感覺 而且有後來發現還好我有堅持做這個 因為有時候回家東西包裹大包小包 就直接全部放到這邊來 然後再慢慢整整理這樣子 那另外我聽說啊 妳跟設計師有討論說 妳很喜歡做這個掉頂 當初有堅持要做這個 原因是什麼 因為我就很嚮往那種時髦飯店的風格 裝潢風格 因為我觀察時髦飯店 他們的可能bar啊或什麼一定會有這個 對 所以我就跟設計師說我一定要做這個 然後他說定製的這個掉頂啊 就是全台灣好像只有一家在做 真的喔 對 然後他說不論是地保啊還是什麼 如果要做掉頂的話一定就是要找他們做 救了他們就對了 所以我們家也有地保同款 但是這個它主要的功能是 除了有這個燈光啊還有氛圍之外 它是不是還可以放置一些東西在上面 可以 可以放一些酒杯 或是你們家有養貓咪的話 它可以變成貓咪的貓跳台 對 或是放一些整個貓管道之類的 之類的 然後再來就是拍照好看 那接下來呢 是大家最期待的部分囉 就是要來看看女神的主臥室 其實我的主臥也沒有到很小 就是 這是夢幻啊 而且你做這個線板 我覺得拍照起來蠻漂亮的 它這邊設計師有幫我設計那個 一個弧形的角度 對 就是 雖然別人可能看不太到 但你自己躺在床上看到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哇 我家好夢幻的這樣子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你的更衣室好了 這裡 登登 設計師真的利用得很好耶 你看他們房間後面這邊 就有一個很完整的更衣室 那這個是你跟他特別要求的嗎 就是一個說畫空間這樣子 對 就是我跟他說 因為我們工作需求 就很常需要在家裡畫 比較精緻的妝容 那因為我以前租屋處 我都是在買那種簡易的 小化妝桌 然後就覺得 畫起來很不得勁這樣 很阿雜這樣子 很阿雜 然後我就定製了這一面這樣 再來要看看你們家的主臥的廁所 好的 前進在這裡 登登登登 剛剛因為有跟大家講說 紫辰他們家有無敵美景 其實廁所也一樣喔 廁所也有延續到這個景觀 真的是很漂亮 只有邊間才有 只有邊間才有這麼漂亮的景 對 因為我們就是最外面嘛 這一邊的房間 而且它不是只有一面 它是兩面這樣子 而且是大面積的這樣 因為一般人可能 廁所就是一個窗戶這樣子 然後你是這樣兩面 對 所以在這邊泡澡真的很舒服 哇 那這樣會不會外面會看進來啊 其實我有想過這個問題 所以其實我們家有裝那個白夜床 所以你洗澡的時候 可以就是先拉下來這樣 會拉下來 千萬不要忘記喔 忘記的話會 你的粉絲會不會就在外面 就是你知道聚集 就看很多人站在橋上 那邊這樣等七道時間這樣子 哇 希望紫辰 紫辰妳說妳們當初啊 買這間房子是多少錢買下的 不到兩千 不到兩千 加車位 平面車位不到兩千 嗯 以我這個例子的話 我是覺得 現在如果要買現成屋的話 一下子要拿出幾百萬的頭期款 可能會蠻困難的 嗯 如果要再加上家裡 沒辦法給你幫助的話 所以我覺得預售屋 是一個蠻好的選擇 嗯 因為預售屋它可能一開始 相對要拿出來的頭期款 沒有那麼多對不對 它最大筆的就是簽約金 簽約金可能會快一百萬左右 嗯 對 然後接下來就是 每一期的工程款 但也不是每一個月 所以它有點像是把頭期款 拆成很多期 讓妳去繳的概念 嗯 所以妳壓力也不會到那麼大 那另外在裝潢上面 省預算 妳有沒有一些 可以給大家做的參考 我覺得可以跟設計師 溝通妳的總預算 大概是多少 然後在這預算內 妳想要什麼 譬如說我想要大理石 嗯 然後設計師就說 那妳這個預算可能不行 嗯 那我幫妳找一些 長得很像大理石的東西 嗯嗯 我覺得可以找替代的材質 嗯 因為有時候插個材質 但是畫完一樣 價錢就差很多 嗨 大家好 我是舞蹈 謝忻乃哥 我是許乃琳 我是台灣上司 歐巴桑 鄧美鳳 我是蔡康永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小A4 我們是浩角翔琪 哈囉 大家好 我是亞倫 祝福三立新聞網 十周年生日快樂 祝三立新聞網 十周年生日快樂 恭喜三立新聞網 十周年十全十美 生日快樂 祝這邊 祝三立新聞網 十周年生日快樂 祝福三立新聞網 vos十周年生日快樂 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 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 祝福每一个人都能演上一道 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祝你生日快乐 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了 好快哦 生日快乐 锁定我们娱乐新闻APP 更多的献歌就在这里